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一方面来看看 昨天四叉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讲到几项民众党的一个状况 甚至还直接说 高宏安真的是蛮离谱的 助理表现不错 发一千块的奖金 没有想到助理马上跟四叉猫爆料说 没有拿到一千块 还要扣五百给高宏安的男朋友 因为他的男朋友有微调资讯 高宏安的男朋友 大家硬胸 如果没对的话 他是领三分薪水的 永宁基金会红海 还有另外一个高宏安的走力 高宏安他够领钱是没要出现的 永宁基金会 大家都说是一个月领五十万 结果人这五百块也要扣助理计较 难怪助理是一个接一个爆料间跳脚 好 林冠连来到我们的节目 他古年收得很多围困 他古年针对这些证据 小兔在我们一一说的 今天确证都是讲实话了 那么民众党以及相关科粉 高粉要不要跟他道歉呢 民众党大战四叉猫 那么这个四叉猫在我们这边一一拿出证据来说明的时候 民众党的发言人是在友台喊冤 跟四叉猫讲的很多都是假的 都是假料 所以四叉猫单挑陈志涵他问说 那真的料的部分你敢不敢承认 在针对更生人的部分 这个那么多赤龙赤凤的现场 民众党怎么说也有一番交锋 等一下来了解一下 还有最新的一份民调郭台铭还是第四名 甚至这份最新的民调 他连10%的支持度都没有的 但是他参与人的动作却是越来越大 包下了三大报在今天倡议两岸和平 以及昨天三立新闻独家 这个我们节目当中逐家爆料说 八百台的传真机已经要准备联署了 步步进逼柯猴两个人 柯猴两个人的回应也要带您来了解 以及徐耀昌点名猴友宜有四大罪状 说实在这个金浦忠猴这个猴友宜 好不容易这个蓝军看来宜游游游就要回归支持猴友宜了 四大罪状一落后会不会影响到猴友宜的蓝军基本盘 好好讨论一下现在介绍以后来宾主席教师民党立法委员王定宇 挥民大家好 曾经教授范生明老师 挥民好大家好 知识媒体王瑞德 挥民好大家好 律师王定颖 主持人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国民党讨论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卓冠婷 挥民杰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民众党的前逐北党部执行长林冠年 挥民好大家晚安 讨论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看 有人会这样我的理子还继续领薪 这个A立法院的钱 A人民的钱 然后还要说自己没有罪 自己是被冤枉的 来看VCR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是罪证确凿的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会划完 我先请教委员一下 工作做到八月 然后九月还可以领薪水 我们知道在国家公务机构 待会有人都知道 我们八位这个位的薪水是 八位车就行 国家对上班的人还不错 到底这是怎么行 我们立法院的制度 我们现在有制度了 再来看高公安的制度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在立法院我想 各党派都知道 因为加班费要月底盘点核销 然后立委要签名 送进去勤款 所以在立法院的领薪水的状况 是这样子 薪水是月头领这个月的 就八月初领八月份的薪水 因为你薪水已经早就申报了 一样立委都要签名 所以薪水是先领 但是呢 加班费是下个月领 所以以这个王玉文的状况 他如果八月底离职 那么他在九月份领八月份的加班费 合理 如果是正常的加班费 但是九月份不可能领九月份的薪水 因为他没上班了 所以在高安这件事情上就是 第一 如果水母有领到九月份的薪水 那就是诈领国家的纳税人的钱 而九月份去领八月份的加班费 原则上在制度上是正常的 但是你如果注意看水母跟小兔的对话 也就是这个主任 负责记账的黄姓主任 跟这位黄姓助理的对话 他是请你说 九月份还要请你帮忙带领 问题在那里 对 帮忙领 那是他的加班费 怎么叫帮忙领 然后后来还提醒他 到十月有没有 你领了一万多少多少 你要赶快缴回来 光就这一段的对话 第一 水母到底有没有领九月份的薪水 有 诈领 而且两个是共同诈领 共同贪污 第二 他领的加班费 是不是他的加班费 如果不是他的加班费 才叫带领 如果不是他的加班费 才会在十月份缴回 那你用王玉文的名字 领了加班费 又缴回 在检察官提示出来的QA 就告诉你 这样子领出来的钱 如果用在私聘助理 用在助理的其他的奖金加班费 合法 他不恕罪 他们是轻轻放过的 他不恕罪 因为根据高院的判例 但如果拿来洗头 拿来做办公室的杂志 或者其他通用的话 是违法的 所以在这个事情 就证据论证据 高宏安其实这一块是罪证确凿 那另外我要讲消贪的保分 我们立法院每一个立委 每一届 四年的开始 会有三十万的办公室装潢费 另外有五万让你去买冰箱 买家具的钱 还有五万买冰箱的钱 他居然上节目的时候 喊冤说法律没有规定 冰箱需要付费 没有啊 还有五万块给他 像我都用中股 为什么 我前一任的立委留下来的 还可以用我就继续了 不见得会用完 用不完 立法院多大 我们的办公室比你摄影棚还小 你知道吗 那三十万的装潢 我可能 而且还有立法院的OA家具 我们有一个总务处的库房 我们会去选同样颜色的 还九层新的 搬进来不算钱 臭一臭就好了 就不算钱 那个不算钱 那个家具 影印机什么 那个不算钱 所以一个这么小空间的办公室 OA家具可以去总务室搬 办公桌椅可以去那边搬 你要总务花到三十万 另外五万让你去买家具家电 你知道公安报的是五十万 他报五十万就不够嘛 所以后面去看他证词 还有他男朋友说什么十万 他不愿意捐 那为什么装潢要他捐钱 所以如果大家了解立法院 每一届立委新上任 会有三十万让你去装潢 我用不完 用不到一半 那你要拼命装潢 尤其有每天的油菜 所以他那一个装潢费 另外不够 竟然还要拿公积金来出 我也是觉得问号 因为你如果据高宏安 自己曾经说过 他的椅子 他的碰意 是李俊逸留给他的 那你三十五万 你要花到哪里去 李俊逸现在做玩偶的 碰意让他给你 千挪万挪都不该拿住你的钱吧 对不对 冰箱为什么要让立法委员花 讲这个话有道理 那不让立法委员买冰箱 难道该助理买冰箱 什么逻辑 我听不懂 如果大家了解 领薪水的状况 以及每一届立法院 有这样的预算的 编列状况下 我坦白讲 高宏安的办公室 是很奇怪的一间办公室 他欠很多钱就要 我做会走力 我从助理议员到立委 我真的还没有听过 蓝绿的立委 我们办公室这样管的 真的没有 我跟你讲 我就怀疑他是皮秀 入到他账户前几乎止尽不出 他才要用勾基金 去换来换去 有像皮秀 我们皮秀 皮秀太过有受用了 我们台义跟肖皮链 肖皮链 肖皮链 也有个皮字 他现在就说 你做力都 这么固定薪水 肌肉都我 都是帮我领的 帮我领的放在那里 如果再多请助理 没有关系 但不是 他把那个钱 用来支付民众党选举 支付东支付西 他就不花自己的钱 自己的钱要实得 永龄基金会也是肖皮链 为什么 郭台链 拿十万给他 为什么要经过永龄 你知道吗 他经过力久 永龄给力久 为什么用 如果是郭台链 拿自己荷包的钱 就不用经过永龄基金会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经过永龄基金会 报税 永龄基金会可以省税金 公益支出 然后给力久 然后力久呢 力久现在可能要吃官司 请个助理帮人家买早餐 那还有五万跑哪里去了 是啊 还没交代 我看见检方应该是有问力久的 那个案分案 确定有在办吗 你看郭台链 我在你的节目讲的 郭台链 申员高宏安 只申员诈领助理费这一段 记者一问他有您的十万 那个还在正办中 我不辨评论 所以那个应该有另案 来 白子的黑字真的蛮清楚的 这是高宏安的签名 所以他是有签名的 那签的是哪一次的名呢 这是九月份的延长工时 国定假日 这个特休假 应修未修工资 以及其他相关经费的 这个请领名单 自表日期是十月五号 这个已经离职的公卫文 他就是在这里 还是有继续在领薪水 那林冠年最近心情应该是蛮复杂的 你说高宏安 你说蛮好的还是蛮复杂 就是一个百感交集 去年讲的是实话 黑道乱七八糟 射探证据一一曝光 你说呢 其实爆料媒体讨论都是真的 现在总算真相大白了 上个礼拜高宏安被起诉以后 他上友台的政论节目 说这些加班费 都是这个发喜自在 自愿乐捐的这些 这个助理的乐捐 他这样说以后 隔天联合报就报道出 助理之间的对话 这个对话是兔姐 就是兔姐帐本 小兔帐本这个主人兔姐 还有水母中间的对话 好我们看他对话 八月份的时候 水母也就是王玉文跟兔姐说 我跟委员说 我工作到八月底 所以他把这个工作到八月底 这个讯息给兔姐知道了 可是我们又翻到 他们十月份的对话是说 兔姐跟水母说 你还有16256 可能要请你帮忙领 如果你有回办公室的话 麻烦领给我 16256这个数字就是 我们看得到我脸书上面的这个 也就是主持人刚刚说的 这个是九月份请领加班费的份额 好我们既然看到对话里面是八月份离职 可是为什么九月份还报加班费呢 那这个九月份的加班费 确实是刚好还有一签名 有进到立法院人事室的 所以我们可以代表这个文件是真的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假设说 假设啦水母可能是在八月份离职 可是我们就要回去追说 九月份的加班费是哪里来的 既然有加班费 那就有本薪 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那么严重 直到我又这几天 我又重新翻到这个小兔的账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是九月份九月二十八 水母入账 九月二十八不是已经离职了吗 八月份的薪水应该是八月初就已经离了 那九月二十八这个入账是多少钱 好我们看到加班费 我刚刚讲到是一六二五六 可是这里的入账是四三一九六 比加班费还要多 那我们是不是就合理怀疑 这个是这个水母自己超过加班费 还在捐出来的 还是他到底没有上班 他九月份到底领的薪水是多少 这个我跟我的律师还在研究 我现在就不做揣测 总之我觉得这个数字 他不只是加班费 那他是不是跟本薪有关 或者是九月份水母到底 有没有上班的事实 这个是我要再继续理清的 那我越看这个账本跟他们的对话 我越觉得触目惊心 去年还有直到起诉之前 我只看到账本 所以我看到水母 其实九月份有领加班费 有领薪水 我不已有他 直到上礼拜这个对话出来 我才发觉原来八月份已经离职 而且这个四万多块 是整笔小兔账本里面最大的入账 其他都一万多两万多三万多 那这个是加班费 如果是这样合理 可是是四万多 已经超过加班费的份额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推论 水母是这几个助理里面 唯一没有被这个减刑的 那我觉得我直觉是跟这个数字有关 所以我还在这个 仔细厘清这些讯息 因为我有看到九月份的劳健保 其实王玉文也就是水母 他还有挂在立法院的劳健保 九月份他还有挂在劳健保 你说他九月还有挂劳健保 然后他八月就说是已经离职 只做到八月了 然后才问说后续的钱怎么处理 九月有劳健保 然后你刚刚讲到的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 这个数字是不是跟他的本薪也是相当的 我记得他的本薪应该是四万六千块 可能是扣掉一些这个劳健保费用跟提拨 可能剩下这些钱 这个数字我还要回去再仔细比对 总之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加班费更多 那这样就完全了颠覆了高宏安上礼拜 在友台节目讲的 他即便他说的是对的 他觉得这个八万多是立法院赋予他运用 给这个员工的助理的奖金 或薪资由他统筹运用 所以不管助理捐不捐 那他觉得这个是他的职务所在 可是这个四万三千多块 明显是超过加班费的 那我觉得高宏安应该要仔细说明 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我想问一下律师 怎么回事 就说除了福报加班费 现在难道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我工作做到八月 我不晓得是不是中间 是不是还有一些机架什么的 当离职日压到了九月或什么 因为我们在私人公司上班有时候会 就是累太多价了 所以就压到九月 我不晓得立法院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吗 如果是的话 那他离职日是不是应该写到九月底呢 那如果说除了罚报加班费之外 连本薪都A的话 那会不会太离谱了 这个案子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把证据拿出来看 其实源自于高宏安在专访上面 他就讲说助理都有实际加班 助理都有实际工作 所以没有诈领 那这些助理 我想这些助理应该看不下去 听不下去说 我就一堆都福报 所以检察官在他的起诉书的内容 表格里面把他福报助理的薪资 酬金 助理酬金就是助理薪资 福报加班费的部分 其实每个表格都做得很清楚 那今天对话流出来 其实更加明确是说 为什么 龚卫文他其实一个突破点 就是说龚卫文 他在二零二零年的八月三十一号 他传讯给兔 兔姐我表定做到今天 八月三十一号就月底 我表定做到今天 所以相关的金额要还回去 后面兔姐给他的是说水母 水母就是龚卫文 水母九月份的加班费 还要请你继续帮忙领 你已经离职了 你要帮忙领整个九月份的加班费 到后面他的金额是一六二五六元 这个金额被北检起诉书里面所载 载在他的差额 他里面的差额被告等于是相关的助理等等 他里面的差额龚卫文 他的金额在九月份 他的认定就是诈领一万六千两百五十六元 是被检察官认定 所以这段对话 诈领助理加班费的部分 因为高宏安到节目上去公然说谎 才会被证据拿出来做打脸 那我要刚才讲灌年的部分 我要说是说很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高宏安签名 因为他是告发人 他是告发人 他有本案的资料 我们现在媒体拿到的这一份起诉书的简版 是不会有这个内文的 这个内文必须是这个案子里面的被告 或者是律师 未来到法院去阅卷 才可以看到全卷的资料 包括对话的那种截图 包括像冠联所上所拿的这个资料 是有高宏安的亲签的签名 那高宏安亲签签名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高宏安节目上说助理都是有实际加班 才领那个加班费 没有诈领 这个签名代表说 你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公然说谎 因为公卫已经离职 离职之后当月九月的加班费 你还去跟国家去诈领 诈领完之后 你还因为亲自签名 我们在法院的程序是这样 可是他如果能报加班费的话 就表示他有在上班啊 有在上班不就是应该 还有连本薪一起领吗 在这边检察官其实从宽认定 为什么 公卫文 如果以当不起诉李中庭的 那个不起诉书来看 只要你交代的过去说 像李中庭他没有在国会上班 但是他有帮忙做一些事情 报跑地方行程等等 他说那他月薪这样子领 检察官就给他不起诉 公卫文的部分 他给他这个薪资的部分算领远 他没有把他当作薪资去 有福报的问题 没有当作有差额的问题 有一个可能是公卫文 也许高宏安跟公卫文的讲法 都一致是说 你那九月份 虽然你离职了 你还是有帮忙 所以你拿了那些薪水 就当作你还没有离职 先领那个薪水 这老板太好了吧 不是 我觉得 这老板我不用来上班 我照样领薪水 有这种事 我要这样讲 检察官其实对高宏安 非常的宽松 高宏安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官 还在骂检察官 还点名骂好几次 公积金当时 冠联那个时候举发的内容 那个时候公积金 我记得是八十几万的金额 他给他东扣西扣 东扣西扣 包括那个薪资 我就算离职之后没来上班 我也让你本心不算入 他东扣西扣 扣完之后还有四十六 所以这比四三一九六 检方并不认为是福报所的 对 从这边看起来 他把他不当作他差额 他本心的部分 不把他算进去 有可能就跟李仲廷的状态是一样 是说高宏安跟助理讲好说 这个助理只要说 我有实际帮忙什么 高宏安也这样子讲 他就不把他算入 如此宽松的情况之下 东扣西扣 都还有诈领四十六万 但是这四三一九六 是不是进入公积金 就账本来说 这个是有入账的嘛 那入到公积金之后 就是高宏安 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用 我要说检察官 对高宏安很好 是什么 公积金加起来是八十几万 后来不乏所得认到四十六万 代表他中间 帮他东扣西扣扣了四十几万 东扣西扣四十几万 包括想像 可能公卫文的当月 九月份已经离职了 他的助理薪资 理论上应该是诈领 理论上 检察官在这边可能让他说 因为可能委员讲说 他有来还是有帮忙 那公卫文可能讲说 我有帮忙 好那我就赚鬼 这个薪水就给他 但是你不可能有加班 你就没来了嘛 加班费算诈领 所以他帮他东扣西扣之后 其实检察官真的是对高宏安 可是这四三一九六 是进攻击金的 等于是公卫文并没有拿到 看起来是这样 他是把自己的名字贡献出来 多领了这个又回到攻击金 我认为到时候到法庭 这部分会被辩证 也就是说当时 灌年这边的告发的内容 周刊也有刊出一些相关的内容 他金额是有落差了 跟检察官起诉 其实检察官起诉的金额 跟攻击金的金额落差很大 大概快一倍 补充一下电影委员讲的 我跟你讲立法院的助理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领加班费 没有领本薪的 为什么这问题这么核心 刚才定义委员这张 我再次秀给大家看 每一个助理 每一个小时的加班费 是不一样的 其实地检署给的資料很清楚 我举例公卫文王玉文 他一个小时的加班费是192元 因为他本薪是44000 所以举例 他跟另外一个同仁 因为本薪67000的 他的一个小时的加班费是281 这代表什么意思 加班费报多少 是跟着你的本薪走的 所以这个检察官真的是 对高宏安其实很宽宏大量 他认定一件事 根据这对话记录看起来 龚卫文他做到8月 然后对话讲说 临9月的加班费 可是以定义委员刚刚的分析 看起来是只有处理 他盗领或者是诈领 加班费这块 可是本薪没有处理 这是第一点要讲的 第二点要讲的是说 高宏安的手法 这两天NOW NEWS有一则独家 导朋友看 国会助理加班费额度每月8万多 高宏安专挑高薪助理 报好报满 这个新闻在讲什么 就是每一个 我匪逃匪 我事情闹到处在刀口当 没有就是想得很清楚 脑筋很好了 每个月42万的助理费固定 7万多接近8万的加班费固定 绝大多数办公室全部报满 因为老实讲 我们以前当国会助理 也都是那个加班时数 远远超过法定可以给我们的 可是高宏安的做法是 表面上给你了 报好报满 而且我又几个高薪的助理 把他报满之后 因为轻松 就这四个五个就可以报满 报满之后 逼你缴回来 变成我来用 这才是核心 可是他的辩词 他说他没罪的证据 其实现在一一被打脸 看起来核心就三点 第一点 他说我的助理有工作 但不对 但他在跟你讲说 有工作 然后呢 有工作 他钱给了他说 为什么要交回来变你用 这一点被打脸 第二个 他说都自愿的 不对啊 多数的助理到了地检署 跟检察官讲的 都不是自愿的啊 第三个关键是讲抹黑啦 现在高宏安 我认为他整个策略 现在就是要讲一件事 我认为高宏安身边 有太多狗头军师 都在跟他灌输一个观念 这个我讲我负责了 他身边一堆人 跟他讲说 你就认真挖新竹的弊案 把林志坚的弊案都挖出来 越重越好 挖出来之后 你把林志坚 送到监狱里面 你高宏安就没罪 天啊 你就继续信这狗头军师 我讲 讲个我的看法 这是两回事 OK 台湾是法治的国家 完全没有法治 可是 令人遗憾的事情是 高宏安身边的这群人 跟他讲的这些话 看起来他是买单的 所以你看他最近在干嘛 继续挖嘛 说等报告嘛 等翻译嘛 他现在就是打算说 好啊 那我新竹市政府 你会查查查 我查到一个超级档案 民进党会为了保龄治坚 而就不会办我了 我跟大家报告 不可能 两件事 高宏安这部分区委员 乔贵两当吧 对 那记得小肚账本的时间 是不是才一年多 应该是三当 所以当时 我记得周刊有去帮他统计 就是说周刊的数据是说 他第一年是八十几万的公积金 后面还有两年 他加起来说 不法利益可能会有两百万左右 今天检察官起诉的范围在第一年 小兔账本 只有第一年 第一年 所以后面的两年 请问第二年第三年呢 据说啦 就是说他的习惯作业也是一样 助理的本薪 就以少报多 然后助理的加班费 都要缴回来 所以如果是同样的行为模式 连续三年的立委任内 所以周刊才会帮他估计说 那这两百万的不法利益 所以他一直说检察官对他不好 检察官只针对账本里面办 对不对 目前来为止是这样子 第二年第三年没有去传助理说 你第二年第三年 你保你 他还没有去调立法院的资料 你立法院你心 你到底加班费报多少 这都没办 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 是还没有还是没有 目前没有 我看起来是目前 不可能再写第二本起诉书 我要这样子讲 如果检察官有另外分案 其实也是可以查 为什么 因为贪污案件 他其实是所谓的非告诉乃论 你知道知道有犯罪嫌疑 周刊 其实当时写的巨细迷 他怎么会雇那个钱不法利益两百万把他写出来 所以检察官在这个案子 高黄安的辩词还说 我个人使用只有两千多 硬要再把里面一个人吃饭的加进去也才多少 三千四千 他就讲说因为冰箱不用他买 你第二年第三年 福报的加班费还没跟你算这笔账 确实 然后这个冰箱要助理买 这荒谬嘛 好 这叫做什么 叫做小批链 我觉得小批链 小批链 又更典译了一点 小批链 更不得了 似乎的意思就对了 小批链 小批链 更小 因为这大只要小批链 尊重 来哦 刘宇讲了 他为了 他昨天在我们节目讲了 他为了鼓励助理们写出好文章 当周触及率点月最好的可以发一千块奖金 那么其中有两位助理 有一位助理写了一篇之后呢 有交给李中庭来审稿 那么微调之后贴出去 果然呢成效很好 所以他领到了一千块 结果没有想到呢 被高知说 我今天忘记了 FB贴文是你跟Jack评分 一人五百才是 这助理还说 啊哈好好 幸好没有花掉 老师 表示他引领了 要缴回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一千块没有花掉 我再拿一百给 五百五百块 老师Jack 他永龄基金 我一个月领五十万 还有鸿海的薪水 跟高宏安的助理费 这五百块也是要给他 这赏罚分明哦 我微调了 所以我可以得到五百 这叫蜘蛛必较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是小屁类 还是小屁类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李中庭 刚刚讲过 一个月领鸿海的五十万 对不对 永龄基金会 有零啊 年薪就是六百万 一般来讲 一个月连五十万 这个很少见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他是有什么特殊才能 一般他也 我记得他是硕士毕业嘛 一般来讲 在这种基金 基金会 他不是 他是一个财团法人 他是以做慈善为主的 那如果他拿零五十万 那其他人你多少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执行长 可能百万吗 他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刘宥彤也不是这样的 刘宥彤不是这个薪水 我觉得刘宥彤 距离也那么高 刘宥彤看到 我是永龄基金会的 主要的负责 这个承办人 执行长 我要负责这个基金会的 上上下下 还有对外的发言 大家记得吗 那个之前都是他在出来 帮这个 当永龄在说明很多事情 那凭什么他领不到 李中庭的五十万 所以我认为这五十万 某种程度 是给高宏安做薪资的弥补 因为他这个立委的薪水 一个月 对不对 刚刚记得我们叫他十七八万 那别人说 十九万 十九万 那跟他过去在 他当时在 红海当的是副总 老师我以为你最有感的是 我领了一千块奖金 我要吐五百块 而且这个是福报加班费 得来的奖金 你不觉得很扯吗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去凹这个助理 助理负责 你Jack你只是负责看一下 还要还他五百块 干嘛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这么小眼睛 高宏安跟员工的感情好不好 这一个一千块的奖金 是扣人家的加班费 然后现在呢 写了一篇po文 按赞率最高的 给他一千块 不对 李中庭有修改过一点 缴五百回来 两块钱超商的那个塑胶带 要有缩涂的收据 附在那个内脏里面 这个关系很好 我现在这拍你想象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好 欢迎你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刚刚有讲到了 这个我忘记了 你的贴文奖金是一千块 没错 但是是你要跟Jack评分的 Jack有帮你微调 哈哈 还好没有花掉 然后呢 这个起诉书里面说 永龄每个月给十万 川兄王毅川说 永龄有机会脱身 但是可能会变Z9有事 这十万块是要给 协助高宏安做问证的 网路上的 结果永龄给力九 然后再来给高宏安全权之用 这中间呢 到底有什么价差 这价差做什么用 又是一个另案侦办的状况 我们来看VCR 之前也会回去翻 就是我跟助理们之间的互动 大家是很开心很快乐在做这些事的 新竹市长高宏安日前说 过去在立院跟助理们共事相处都很愉快 但这番话助理们恐怕不这么认为 因为有助理爆料 过去脸书发文是当周触及率最高 获得公积基因支出的一千元奖金 隔天却被告知 因为高宏安男友李中庭有帮忙微调文稿 所以要分五百元给他 我很无奈但是有分给李中庭 但是因为看了他最近看了新闻 他说李中庭同时领三份薪水 其中一份就是有名还据传是月薪五十万 他说你月薪五十万 你跟我计较这五百块钱 不光绩效奖金缩水 高办前助理也透露 若是以加班费申请加班时数 常常会被高宏安以各种理由 技巧信扣一到两小时 但以普修方式被扣下几率 就被大大降低 领导风格 助理们很有感 案件将进入审理阶段 相关内容会向法院来说明 高市长与团队会跟专注于市政之下 就算高宏安吉利为自己撇清 但助理愿言每日一报 要撕掉换老板标签 恐怕不容易 好这个四叉猫不断的爆料 当然这对民众哪来说也是蛮生气的 所以呢这个陈志涵就说 哦这爆料很多都是假的 四叉猫问他说那哪些是真的 你不敢认的 他说呢每次都说要告 结果呢去跟法律部门商讨没有效 而不然就说有部分是错误的 大部分是假的 这是这是民众党回应的SOP 有部分是错的 大部分是假的 你又偷换概念了 所以吃叉猫就直接对决了 哪些是真的 你要不要承认 他说其中包括这个陈亚玲 去年九月八号被起诉 四条贪污制罪条例 一百五十万交保 积压四个月 放出来直接被柯文哲捡回去 当竞选办公室主任 柯文哲用人是有在意 现在是不是现在进行事吗 那么这个陈志涵就怎么回应呢 要给更生人机会啊 你们 你们民众党不是什么清廉吗 这个为什么用这样的人呢 Larry德大哥 民众党的全名叫做台湾民众党 民众党的全名不叫 台湾民众更生党 所以呢给更生人机会 我觉得每个人都愿意 但问题是 他的自己本身的这些人 他是否有正义性的吗 还有到底是不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像玄天上帝一样 已经是屠夫 所以呢 剖开自己的这个肚子 然后出现龟神恶将嘛 那是过去的事情 浪子回头金不换 有没有ing 有没有现在还在审的 还在判的嘛 为什么这么说 我问你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以前用那种高道德标准 在批评人家过民党 还是民进党的时候 你现在怎么有那样的一个脸呢 来说人家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为嘛 你不能讲说 他过去犯错啊 所以过去犯错 现在OK啦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件一件又一件 那么多人从换贪污罪的 到换脑袋求饭的 讲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有的 为什么很奇怪 为什么都在民众党里面 为什么你们现在是 剪刀菜仔子都是菜吗 那么至于啊 至于这个四叉猫 这个陈志涵 在电视节目里面批评四叉猫 我觉得四叉猫的反应 也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嘛 陈志涵说 有些对有些错 有些不对的 那你告诉我们哪些是对的 很简单 请陈志涵跟民众党 你告诉我们哪些是对的 包括高宏安 高宏安怎么说 高宏安说 觉得简单官是否为了这个 等于说啊 那么把人家 特定人给他罗资罪名 好像义手就是说 罗资爷罪名就对了嘛 那很简单啊 请你告诉我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那么事实上啊 刚刚其实 范老师不是讲到一件事情吗 我告诉你 就那么巧 高宏安在刚当部分区立委没多久 因为我们常跟他一起上节目 所以呢 我们在等待录影的空长 他跟他开杠 跟他开杠 跟他 complain 他说 他说瑞大哥你知道吗 我亏大了 他在鸿海的时候跟我说 他一年年薪 接近一千万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现在你看王定宇是穷人啊 王定宇是穷人啊 一个月十九万而已啊 另外那七万九 现在每个月八万块的 那个办公室的支出费用 那个不是让你放口袋的 所以呢 他有跟我砍 不能给我 所以我想 永宁基金会 因为郭董让他去当这个 他那时候是 我讲白了啦 他是柯文哲 五个部分区立委一面 唯一一个不是柯文哲 自己找的嘛 他就是看郭台铭的面子 给他撒过去的嘛 所以郭台铭给他补贴 我觉得合情合理 不过 我有点不太了解是 林庚人 那时候国民党的新竹市党 那个新竹市长候选人 林庚人开记者会的时候有说 他们指控的这个 等于说李宗廷啊 在永宁基金会 不是十万耶 是五十万嘛 你还记得吗 然后呢 现在起诉书 突然间突然蹦一个 说是十万块 我也刷一下 而且是先 赛了米 资酒的 这个是说 网络公司嘛 那至于 刚刚大家问的 我跟你讲 我包证检察官都已经查清楚 那十万块扣掉薪资以后 另外那五万块 是留下哪里 我保证查清楚 有关于这个部分 永宁基金会到底是 十万块 还是五十万 联政署已经接到检举了 已经有人去跟联政署告发了 所以联政署 也会办这个相关的案件嘛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我觉得 有一个东西必须要查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关于那个 16256那个事 也就是水母 水母王玉文 他8月31号 最后一天上班 他就不上班啊 刚刚根据我们 定语兄所说的嘛 立法院先领 下个月的薪水 对吧 是 刚刚 刚刚讲到 那个43196 对不对 43196 合理的 合理的相信 是扣掉劳健保的费用 4万6的话 扣掉劳健保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个费用 那么这笔费用 如果是薪资的话 当然检察官 有可能是从宽认定啦 可是 太平洋一般的宽 如果他进去了 大水库理论 一进去的是公积金 不是进了王位 那就是贪污啊 你知道吗 还有事实上到现在 这本来就在办贪污啊 只是金额 真的是很宽的认定 因为他们一直在讲 我跟你讲 为什么检察总长 刑太招 我跟你讲 我跟刑太招非常适 刑太招的个性 办起案来 六亲不认 为什么检察总长 必须跟台北地警署的检察长 还有跟承办检察官 一起开会 他们就是买 他们就知道 包含高红安 包含黄珊珊 他们不是讲的 那个所谓的 詐欺跟贪污的分别吗 两边的罪 天差地远 还有攸关于 到时候 如果就算判有罪的话 你的新竹市长是否停职 所以他们有激变 激变了以后 一般公务人员 针对自己 自己的加班费 那么多报 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才是所谓的诈欺 都已经达成公式 没有黄珊珊 也没有这个高红安 所讲的问题 最后 最后我告诉各位 高红安说 其实他说 这些所谓的费用 扣掉公务费用 开销了以后 事实上只剩下 两千多块 他这一共的 我不知道这两千多块 是怎么算的 一粒头 百五块 都都洗六百对吧 这粒头 如果那个公积金里面的头 这个洗头的费用 是大家 每个女助理都可以洗头 我就没意见 为什么洗头 都是你高红安的头 为什么不是其他小兔 还是其他女助理的头 大宝也可以洗 好啦 别急 大家一师同头 就是这样子 大家一师同头 头头一起洗 为什么 就是有你高红安 所以请问这是公务 还是私人的发挥吗 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灌年 就是说因为您自己 也在这个竹北地方 经营过民众党的基层 民众党找没有 全哥的人参加 有那么难吗 为什么已经就是 已经有这个钱 贪污罪的 还是要拿来 然后柯文哲可以呛说 喊态度就可以贪污吗 他一边骂别人贪污 那他自己用的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人难免会犯错 但是我们客观来说 还是要用同一个标准 如果陈志涵这发言人 他用更生人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说 我们自己党内的同志 那你是不是对其他党内的人 也要同一个标准 好 那回过头来讲高红安 我有在脸书透露 前一两个月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朋友 他主动请应要选这个 大兴族的立委 那我把 我不置可否 那我把这个资料 高红安所有仗册资料给他看 那看了以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知道高红安 其实前一两个月 非常积极 想要有人选大新竹的立委 因为他早知道会有起诉这一天 不是说柯文哲的妹妹吗 有这么一说 有这么一说 为什么高红安那么积极 想要有人选大新竹的立委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做法 就是寄生民众党 托死柯文哲 他就是要一人 托垮民众党 不然他其实没有后援 除了民众党以外 没有任何人会支持他 特别是在这个小兔 还有水母这些证词 陆陆续续出来以后 起诉出公布的内容 不会啦 朱立伦很支持他啦 这个就是我要 为了我们国民党的朋友 待会儿林涛就可以说一下了 所以刚才讲到 那我觉得 柯文哲主席真的要仔细想一下 他跟民众党的 就是高红安跟民众党的去留 他真的要仔细想一下 再过来 其实刚刚律师帮我们讲得很清楚 李宗廷其实已经被从宽认定 他有做这个助理的工作 那是因为李宗廷从头到尾都没有上脚工基金 可是王玉文水母的状况不一样 他是每个月不一样金额的回脚工基金 就刚刚讲的这个43196 43196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 李宗廷他当然可以说 他每脚工基金 他有做实际上的工作 可是如果水母或说高红安有指示 这个水母任何工作的话 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大的金额又缴回公基金 那这个跟过去以往 不管是这个其他党或是有这个经验 助理费被起诉的这些委员或议员们 他们的说法一样 就是说这个我报的并不是人头 只是他们自愿把钱缴回来给我 那个这个状况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起人疑斗 那我还是呼吁了 高红安真的是不要再欺负助理 没有你上个礼拜四的专访 助理真的不会那么火达 没有你去年一直去人家家里按门铃 然后把车子开到立法院下 然后把助理载到新竹要求同一个说法 或者找一些打一些骚扰电话 助理没有那么恨你 我觉得你只要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你只要缴回犯罪所的 然后诚心跟助理道歉 我保证我自己也不会再批评你 因为每个人难免会犯错 但是你犯后的态度 还是决定你未来的人生怎么走 你未来政治路怎么走 我认为我们在场每一个人 我们人或组织都会犯错 政党怎么不会犯错 都会 犯错后的态度是一件事情 再来你面对错误要求别人 跟要求自己的态度 有没有一致 民众党在3月18号 大家去看脸书上还有 3月18号民众党用他党发 剖文 张朱立伦跟赖清德 说什么呢 蓝绿拥抱黑金 民众党正直诚信 4月22号民众党的脸书 再剖一张 张侯友宜 张行政院长陈建仁 说什么呢 黑道横行 蓝绿推诿 他讲的黑道都是那个有前科的 不是现行犯 现行犯早就抓走了嘛 就是用陈志涵用的标准 台湾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就骂侯友宜 然后也骂陈建仁 下面就用他们两个人 现在抓到你们的就说 没有啦 跟生人都有改过资清的机会 我觉得 学吴敦义的话 这就像国民党北部有些议员 那时候在叮人家黑道的时候 回过头问说 你们议长投那一票 他也是 就不讲了 我觉得可以一致性的标准 然后我们把用法律来规范 有一些人不能参选 OK 但是民众党在处理黑金这一块 虚伪啦 来林涛 这个证据都很明显的 证人也都一一认罪了 为什么朱立伦还要在帮 这个高涵讲话 我真的不明白耶 他应该帮您跟人平反才对啊 是啦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于法于理嘛 所以朱立伦主席 他是从去年到今年 他是有愚情 对 他是说 他支持他 用司法的途径 捍卫他自己的清白嘛 我觉得这是于法的部分 那就司法这个流程 所以他没有为他清白背书 是不是 你现在这样讲 我觉得他没有为他清白背书 他就是希望他去司法的流程 捍卫自己清白 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啦 如果这些案子 这些细节被爆出来了 我觉得高宏安或是相关的办公室 真的有必要澄清 我怎么说呢 第一件事情 这个加班费的问题 冠婷我们的办公室 有可能是高薪才有加班费 然后低薪的人没有加班费 不可能嘛 你是看工作的项目 不是看你薪水的高低 有没有加班费 有加班就有加班 没有加班就没有加班 跟你拿高薪跟低薪是无关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属实 我觉得高宏安办公室 有必须要出来讲清楚 你这样是不是朱立伦口中落井下属 我说是余法 他当然可以用这个司法来捍卫这个金法 可是余请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第二个部分 如果这笔钱 这个加班费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贪污 没有 我觉得是不是贪污要司法的认定 可是我觉得这过程中有一些疑点 你自己的价值判断 就是有一些疑点 他要去澄清 因为这个加班费 他当然是可以决定 我告诉你越沉清越漏气 法律谁规定 我原来要买冰箱 冰道都跌倒了 我觉得这件事 五万块就补助你买冰箱了 我在开车来的时候 在我助理 因为雨下很大 我比较熟路棒 你开车带他 我在过程中 我问他说 你觉得 你觉得 如果这个 你在他们的办公室 你坐得下去吗 他说 这个他要想一下 所以我回过台想说 我在想说这些助理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他待下来 他是对于整个政治理念价值 坚信某一些价值 还是觉得这个未来的 这个发展之心 他三年换了二十个 所以都没有 可是这批人后来都没有换 这批人后来都没有换 他的发誓的部分 所以我有一个 所以我问我助理 我助理说 他第一时间答不出来 可是我跟他讲说 我就跟他讲说 你自己去想一下 你和我办公室 是冰箱的可乐 是不是 我有可能不跟你分享吗 不可能吧 那个可乐是有封调的 你去吃干杯 或是去吃火锅 当然是谁出的 当然是我出的 没有公寄精不公寄精的问题 关上我们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拜拜